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牛 那么这期我们来体验一下 刚刚在车神宝藏里面抽到的天狼星 如果你也打算抽这个车神宝藏的话 我建议你看完这个视频啊 首先呢 这辆天狼星呢 它是一辆动力与转向结合的 A车 开起来手感是有点怪异的感觉啊 不过呢 这都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这车容易吃小喷的 很多时候进阶出弯会变成了单喷快速出弯了 这个缺点呢 是挺严重的 而且呢 这辆车没有什么图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呢 这个车神宝藏 我感觉是我兑换错了 我应该兑换暗药武神了 因为我没有加速带A车 虽然暗药武神综合性能排名比这个天狼星低了几个名次 但是它在某些加速带地图呢 还是属于一线A车水平的哈 就比如说什么零号试验场啊 还有这个十字杀啊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如果我兑换暗药武神的话 那还可以在这些加速带地图爽一爽 但是我兑换了天狼星的话 这些地图爽不起来呀 真的 最主要是暗药武神 它颜值也要比这个天狼星高呀 是吧 所以呢 大家如果你没有四天饕餐的话 天狼星和暗药武神 我觉得选暗药武神比较好啊 好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如有不同看法 欢迎评论区里面交流 好的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点赞 投币 支持一下 谢谢各位亲爱的了